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邓雅文换掉肖战背景图引发热议。 黑子自嗨拿不出手,非常奇葩。 邓雅文作为肖战粉丝,在夺冠后低调换背景图避风波。 黑子借此嘲讽肖战,称其拿不出手。 小飞侠们为邓雅文送祝福,期待他继续夺冠。 肖战是正能量偶像,实力演员身份毋庸置疑。 近日,作为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的邓雅文在巴黎奥运会上勇夺桂冠,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冠,生活上更是肖战的粉丝。 然而就在这件事情登上热搜榜的时候, 邓雅文低调换掉了肖战的背景图,同样在网上引发热议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时候黑子们开始自嗨了, 居然大言不惭说肖战拿不出手。 这样的观点着实是非常奇葩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据悉,巴黎奥运会世界冠军邓雅文被曝光是肖战粉丝后, 低调换掉了肖战的背景图。 然而就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引发热议。 不少黑子开始自嗨认为肖战拿不出手, 还有人说肖战在蹭巴黎奥运会热度, 这样的想法非常奇葩, 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, 真可谓是低级趣味。 其实换掉肖战背景图很好理解, 正是因为黑子的存在, 很容易在网上掀起波澜, 不想给肖战带来舆论麻烦, 也保证自己可以专注于赛场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 大家知道邓雅文是肖战粉丝后, 一直都在评论区里为邓雅文送祝福, 特别是夺得世界冠军后, 大家都在表达期待, 希望小姐姐在接下来的舞台上可以继续夺冠, 为国争光。 小飞侠和肖战一样, 都特别温暖, 只不过总有人要在背后做手脚, 这种人非常让人讨厌。 总之祝福邓雅文小姐姐, 也祝福肖战, 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, 一切都好。 对于肖战来说, 肖战是当之无愧的正能量偶像, 也是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, 这样的身份毋庸置疑。 业内揭秘肖战如何成为大明星。 三大因素起到关键作用, 旁人难效仿。 肖战成为大明星三大关键因素, 阳光帅气, 精湛演技, 温暖性格。 粉丝反响热烈, 期待其更多精彩表现。 肖战发展势头强劲, 祝福其再接再厉。 近日, 不断有业内媒体发文提到肖战, 甚至还直接揭秘肖战是如何从普通人一跃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,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肖战是如何走出来的, 只是侧重点各不相同。 值得一提的是, 业内坦言在这个过程中, 三大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, 阳光帅气, 精湛演技和肖战温暖人心的性格态度, 这三大因素, 旁人难以效仿, 这些都是刻在骨子里的。 据悉, 业内发文揭秘肖战是如何成为当红大明星, 提出了三个关键因素, 在外在形象上, 肖战阳光帅气, 给人一种非常干净, 清爽的感觉, 在实力上, 肖战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, 演技精湛, 有目共睹, 能够塑造各种类型的角色。 另外在态度上, 肖战是温暖的优质偶像, 俨然成为了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, 态度端正, 不畏艰辛, 坚守初心, 认真敬业, 待人真诚等, 这些旁人根本难以效仿, 也模仿不来, 都是肖战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支持, 这也恰恰是肖战成功的重要原因, 没有过硬的实力, 肖战难有出头之日。 如今的肖战, 发展状态怎么样都看在眼里, 演艺事业红红火火不可阻挡, 影视资源更是络绎不绝好到飞起, 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。 如诗如画, 如风如仙。 肖战法国登山, 盲中偷闲的自由与浪漫。 肖战法国登山, 远离喧嚣寻平静。 诗意之旅如醉如仙, 与自然共舞, 经历疲惫与挑战, 终获心灵洗礼。 山蓝如枝, 心湖澄彻, 肖战在自然中找到自我, 感悟生命意义。 如诗如画, 如风如仙。 肖战法国登山, 盲中偷闲的自由与浪漫。 在法国的群山之中, 有一个身影在雾气弥漫的小径上缓缓前行, 那便是我们熟悉的演员, 肖战。 这次, 他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体验生活, 远离都市喧嚣, 在大自然中寻找内心的平静。 诗意之旅, 如醉如仙的探索。 当晨光出照, 肖战开始了他的登山之旅。 大雾将山鸾包裹, 仿佛为世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每一步都踏在柔软的雾气之上,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朦胧而美丽。 肖战沉浸在这份宁静之中, 只听得见自己脚步声与耳边偶尔掠过的风声, 那一刻, 他仿佛与世隔绝, 真正体会到了如醉如仙的感觉。 自由的灵魂, 与自然共舞。 在攀登的过程中, 经历了疲惫, 挑战, 但坚持不懈, 永不放弃。 随着海拔逐渐升高, 云雾时巨石散, 阳光透过缝隙撒下斑驳的光影。 肖战停下脚步, 闭上眼睛, 感受着指尖跳跃的温暖, 那是大自然最真挚的拥抱。 他似乎能听到山川的心跳, 感受到万物的生命力。 这一刻, 没有剧本, 没有角色, 只有最真实的自我与自然和谐共存。 悟到渔航, 山川之中的启示。 随着攀登的深入, 肖战看到了令人震撼的景象, 瑰丽的景色从眼前浮现又隐没于云海之中。 这些瞬间让人心生敬畏, 也让人思考生命的意义。 肖战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, 并在心中默默许下了愿望, 或许是对未来的憧憬, 或许是对过去的释怀。 心灵的洗礼, 回归本真。 最终, 当肖战站在山顶, 俯瞰下方的世界时, 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涌上心头。 在山巅之上, 感受大自然的宏伟与壮观, 同时享受着登山的温柔与愉悦。 眼前的山蓝如同枝锦一般, 而内心则变得像湖水一样清澈。 这趟旅程不仅是身体上的挑战, 更是心灵上的洗礼。 在这里, 肖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。 肖战在大雾中爬山, 水寥寥, 如醉如仙, 真的自由又浪漫。 倾听耳边掠过的声音, 抓住指尖跳跃的和煦。 追寻万物之呼吸, 感悟山川之脉动。 看瑰丽现于群山赋隐没于云海中。 眼见, 耳听, 所感, 所愿, 写下心中的答案。 山蓝四肢, 心湖澄彻。 肖战就是自然里最美的风景呀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地方, 对于肖战来说, 或许就是这片被云雾环绕的山脉。 当我们远离尘销, 回归自然时, 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平和。 那么, 你心中的那个地方又在哪里呢? 欢迎分享你的故事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,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